HELLO 大家好我是MINDER 今天來介紹漢版預計於12月10號實裝的幾個更新重點 新的雕刻系統 一開始我以為是某遊戲的符文系統 原來只是單純的強化能力 在裝上後可以提升角色特定的能力值 目前分為兩大類 攻擊方面的攻擊、命中、暴力、攻速等 以及防禦方面的HP、NP、防禦迴避等 角色各可裝不重複的兩樣 並且可變更拆卸 或許未來會像目前的雕像系統一樣 有套裝加成 新的世俗地圖 推薦攻略地圖等級 範圍從220到265等 並且同步會掉落世俗裝備、製作材料等 就像目前台版的世俗地圖一樣 而同步也新增3套 共6款雕像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團隊懶得思考 根本只是換色 拜託用心點啊 總之又是一個坑 角色外觀變更 可以在商城購買外觀重置券 重置角色一開始選擇的外觀、性別以及聲音 似乎還有特別的造型可以選擇 雖然這系統的意義不大就是 順帶一提 目前還滿有可變更角色職業的道具 但這項變更 除了職業共同的技能以外 不會退款原本已升級的技能輸 等於轉職後你必須重練職業技能 所以各位未來如果想轉職 請無比思考清楚 或者你可以先規劃開始傳技能輸了 但台灣特別版或許會有特別的技能禮貌 讓我們的課金更爹 省時省力 無壓力 系統介面更新 這是本次更新裡面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 澳門守在線上不XXX 快捷列終於從4格變成5格啦 讓施放技能可以更彈性方便 其他還有新增工會旗幟圖 鏈金速式技能調整 NPC好感度提升到親密 可開啟傳送點 角色從身後短暫無敵等 韓版的12月活動 時間從12月15開始 應該是跟區別的活動有所不同 如果台版來得及的話或許可以同步 以上就是這次韓版更新內容 有些我覺得不重要的 就不多介紹了 台版的目前更新系統方面都有追上韓版 其他則是依照伺服器的狀況逐步開放 其實遊戲有在不斷更新 都是你有樂見的好事情 不是靠不停追加課金商品 炒完短線就換皮繼續上架 又或者用粗糙的畫面來騙錢 我絕對沒有影射謀王國King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有錯誤、遺漏 或者你想知道的部分 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非洲人就是非洲人 別妄想轉生成歐洲人